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華爾街戰線 今集節目想跟大家講一下軍工股的背景 如果你不只想聽到Loh Martin L&T強行升5% 就算想知道背景有什麼因素影響股價的話 今集節目就幫到來 還有我自己選了一隻來炒的MESA 我自己有一個操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在打烏克蘭 這件事令德國開始想 究竟我的軍費是否要增加 結果他們都決定由以往看圖 佔自己的GDP 1.4% 加到想去多於2% 由以前528億可能加到700多億800億 即時撥了錢下去 以往這樣算 NATO就給了指引 即北約給了指引 其實是需要將國防佔國家的GDP去到2% 過往北約國家其實一直都做不到 今次的軍工股又可以升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覺得未來的北約國家會提高他們的軍費支出 有哪張圖就是佔1.5% 即是北約國家不合格的水平 其實要達到北約的指標 即是佔指標2% 其實不是太多國家做得到 西班牙那些就是佔魯蘭尼 意大利那些都是這樣 這張圖就是來自於北約出的一份報告 再加上如果你拆開 究竟軍費會花在哪裏 要知道這件事 才知道有什麼股票是適合這些主題 它會分成三個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用來出糧 讓軍隊 第二部分就是用在任務身上 第三部分才去買武器或者做R&D研發 以德國為例 它養人的成本是多 它任務成本都多 但是它買軍備的佔比偏少 18.6%左右 大家覺得它接下來會增加 事實上它亦都是 據報道這樣算 它就說會和EU Partner 起多些飛機和坦克 問題就來了 它們是想著自己研發 以及不是想著和美國買 錢是多了 件事就見到的 所以令到大家選股票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想炒這個軍工股的話 是需要想多一步 所以我會看到主題是 究竟是有些實際上的改變 還是純粹是炒主題 有些股值上的重股呢 其中一隻很受歡迎炒得很興奮合的 就是LMT LMT 我舉這個為例 其實我就不炒這隻 我覺得這隻不是太吸引的 原因就是我舉個例 就是F35的計劃 其實F35的計劃 佔LMT的收入大概27%左右 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故事就是 美國為首的研發F35的計劃 是一個很長期的階段 牽涉到N那麼多的盟友 上面那一籌 英國、意大利、荷蘭、加拿大那些 它列為重要盟友 那個原因是說 我研發F35的時候 我會把他們一起去 批軍工合約給他們 下面那一籌呢 就是以色列、日本那些 是純粹以一個交保護費形式 賣戰機 那你在德國這個角色來說 它願不願意 只是跟你買戰機 而不要一些東西 但是已經過了時機了 所以德國其實是想 好像早前那樣說 其實它是想自己研發的 不是說只是跟你 可能LMT買到幾架戰機 那就不是向著這個方向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 而且如果你回顧整體軍工股的話 其實以前是在折扣 就是折扣給大使 就會承扣兩成 在估計是軍費不會增加太多 歐洲也不會給太多錢 買戰機、國防等等 近來就不同了 現在已經去到 跑完大使就有10%的日價了 就算是遲了少少 如果現在才追 用估值的角度來看 特別是上面有抽 如果你拿回高盛的圖來看 最大隻那些 GDRHS、XR、LMT這類東西 其實你看看右邊 PE Expansion已經發生了 由以前大家看著2023年PE15倍 LMT、LMT 到2023年PE20.4倍 這個意思就是大家在估計 還未開始mark up每股盈利上升 只是那些估值上升 我自己興趣大一點 就看MAXR 估值偏低、偏低得來有原因 待會再講這隻 如果你想追落後 有些政府的IT服務商 其實反而是沒有怎樣移動過 看圖的話就OK 那些反而可能是 如果以追落後的角度來說 有得想的 我就不細節看那類股票 我暫時在看MAXR 這隻股票說少少背景 其實很早前 這些可能大家都略有所知 不假設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說 一些衛星圖片拍到 俄羅斯軍隊究竟去到哪裏 首先2月20號的時候 New York Times其實已經拍到 所以美國那邊是 可以說是很早知道 只是大家信不信這樣解 近來你看到衛星圖片 全部都是MASR這間公司 放出來給大家看 都是這些 都是看到很長的軍隊 為什麼選擇這隻股票看呢 我覺得它的股票是任你發揮的 這個意思就是 它是一隻做衛星的股票 它經營的衛星幫你拍照 拍照 主要是給軍事用途 其他都還有一些地理研究 少少的商業用途 其實都是一些國防東西 讓你獨立成一間公司 搭波充就讓你做一些商業事 變相我不用養著一顆衛星 只是給軍用的用途 接下來要看些什麼呢 就是它的World View Legion 究竟射不射到上太空 是一隻最新的東西 對手來說 它都是給對手好少少的 有個優勢的圖 這隻World View Legion 我寫上去的話 每一天都會拍到同一地方15次 基本上可以 拍照你俄羅斯每個多小時 你的軍隊去哪裏 等等 它現在是可以做到3D衛星圖出來 接下來要看的東西 就是它究竟 World View Legion 究竟射不射到上太空 對上一次就是2014年射的 射衛星上太空 接下來就說6至7月會發射 很近的 今年的6月至7月 這件事就牽涉到它未來賺不賺錢 如果你要比較它們對手的話 這張圖就是以前講的長榮 其實大家都有show off過 不同公司都有show off 究竟它們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Mexer是拍得出來 你覺得是OK的 你簡直是在它們頭上放了飛機 現在衛星圖片技術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法國Airbus有這個技術 土耳其也有 台灣也有 右邊那個就是中國 就是這樣 藍色的掌圖 回到財務資料方面 其實這隻Mexer早前的投資已經做得七七八八 現在說2021年 Fee cash flow只有6千萬 比較少 但到2023年會上升到3.4億 中間有些是因為業務有增長 第二一部分很重要就是 資本開支會縮很多 因為那隻衛星已經過了研究階段 去到準備射上太空 會不會成為一個收成期 等待未來關鍵的半年 高盛頓給目標價 就說2023年的Fee cash flow十倍 就覺得這樣價值一家公司 3.4億乘134億 現在就二十多億 有一定水位在 不過是說2023年的目標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其實這隻東西升上去 都是說預測的PE是12倍左右 如果你拿2.6毫去計算的話 就31.5 它有可能上升到40元 都不出奇 就看看大家會這一輪炒作的風氣 或者大家有多購買這個故事 高盛頓目標價它就分明了 而47元就10倍 迎三年的Fee cash flow 有些因素我們不會知道 就是DOD或者NESA的支出的priority 這些都是等公佈 接下來我們最重要 如果你打算坐的話 就要看看它的衛星發射 是否成功 等等的因素 其實看一看 也有看衛星射到上去 現在炒的話 是有少少倒轉頭的 大家發覺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是可以用來炒國防的概念 操作方面 第一天升那一天 我就沽寒 很沽寒 就算了 第二天我繼續看著它 在一支開始那一刻 就買了一柱 它抽了上去的話 我又追了一柱 縮回去的時候 就捱了 捱到最後 捱了一下 捱了一柱 三柱買齊 去到中間 貼回到軍價的話 就沽一點 操作其實是這樣 買完之後 博它會升 其實就是老散式的那樣的炒法 我不會預料 我想坐到去等它 衛星升不到 或者升到上去 我覺得 這樣賭又不是太適合我 如果呢 如果你有興趣 即是覺得這隻很有potential 我覺得 可能那個做法 如果你有贏的話 就拿錢 你放去一些很遠期的call 可能有些著數 反正真的贏到的話 才這樣做 你贏到那筆錢 最多都是 因為你代不到落袋 最後 如果它真的升到上去 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十幾元 其實都不出奇的 這隻就是MASA的操作方法 基本資料 國防軍工的想法就是這樣 泰國軍事的東西 就不深入去研究了 希望這些資料幫到大家 今集時間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多點Like Share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 好